欢迎收看会见财经界 沃尔伦巴菲特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投资者 凭借他的独特的投资眼光和独到的投资理念 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却偏偏要向巴菲特来叫板 因为他认为自己也是像巴菲特一样的这样一个金融人物 他是谁呢 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唐维珍被北美投资界誉为华人巴菲特 1993年35岁的唐维珍才刚刚开始涉足投资领域 而在此之间他是加拿大灵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专家 自从接触金融投资之后 他便着了魔似的放弃了原先安稳的工作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金融领域 1995年自己创业 开始为同事和朋友代理互惠基金投资 以后逐步探索和研究深奥复杂的金融衍生物的策略和方法 并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1997年他在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多伦多创立投资公司 实行巴菲特推崇的不赚钱不收费的经营原则 并在北美的华人群中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无论从财富还是地位 都与金融大衡巴菲特有着天壤之别的唐维珍 去认定自己就是未来的巴菲特 是自吹自擂还是的确有真才实料 让我们一同来和费这位敢于巴菲特势必高的华人 您现在这个个人总资产规模应该是怎么样的水平 我的现在这个资产水平跟巴菲特来讲是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唯一的就是说我们讲巴菲特的不是从资产上面讲的 因为如果当然我们这个最后是它的目的 就是说如果我到巴菲特75岁这个年龄 就像巴菲特的年龄 我想我一定有差那么多钱 因为怎么来我讲巴菲特的这个关键问题是在这 第一呢就是说无论是长线好短线 你能不能够做到稳定的回报 是不是回报会比他的一样我觉得是更高 这是做巴菲特的一个条件 第二呢就是说我就是说你经营的理念 因为你要如果作为普通人任何一个散户 你不能这么轻的 因为你不能快速地积累财富 对吧 因为你要如果像我们这样唯一投资人投资 特别是回那种富人投资 我们只要能做到24%以上的回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巴菲特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刚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巴菲特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您理解的这个巴菲特 他的这样一个投资理念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观众交流一下 这个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呢 大家可能研究的也很多 对吧 因为他自叫写他说几千上万的本 巴菲特的理念呢 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投资人的这个 他的悟性和判断力来来做的 另外呢就是说他是为客户投资 所以他一定要做到不能亏损 所以他基本上是 所以他根据他这样一个要求的话呢 他必须投资那些非常稳的生意 你像这个吃的呀 喝的呀 这个保险啊 这样一些行业 还有一些像媒体呀 那他选择股票的话 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原则来挑选股票 他选择股票 我认为他对这个 这个股票上市公司的 这个管理者的品质 所以为人 利益是不是一致 然后呢 是不是个生意人 就是说你是做生意嘛 所以对这种东西要求非常高 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最绝的 就是说你上市公司能不能赚钱 你要不能赚钱的话呢 他肯定就不能投资你 对呀 巴菲特的这个成功经验呢 我想每个人的成功这个投资的方法都会有差异的 就像您可能被称为华人巴菲特 这个名字上和巴菲特有很大联系的 但是呢 这个具体的一些操作思路上的可能两者还是有些差异的 这个怎么看呢 我们休息一下 过不回来 欢迎回到会见财经界 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就是有华人巴菲特之称的唐伟珍先生 欢迎您 刚才我们其实讨论了这个巴菲特 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波顿巴菲特先生 他的投资理念 但是每个人的投资方法是不同的 如果把您的这个投资理念和巴菲特的这样一个投资理念 做一个比较的话 差异点是要在哪里 像我这样 做价值性投资 没有问题 就像巴菲特这种 一般人是有问题的 第二呢 我觉得呢 做价值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 你需要这个条件 像巴菲特呢 他一定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主要功能就是判断 然后呢 需入资金 散户一般是没有能力需入资金的 他只是判断 所以很多人去学这一点 是非常的不正确 第二呢 我呢 做的基本上就是说 所谓的巴菲特的 就是说 如果保持稳定 连肃稳定的回报 在这一点上 就是说 你像巴菲特来搞价值性投资呢 他是要做到不能亏损的 我们要做 像我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或者使得这个投资不亏损呢 我们只能做短线 对吧 等到也我想呢 肯定有一天 在不久的将来 我也可以 很轻松自然地就做他应该能做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底呢 现在大家可能看电视的朋友会觉得 一个特别急不可待的问题 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嗓子边 就是您选股的时候究竟是怎么选的 把这诀窍给我们透露一下 选股呢 实际上这个核心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子业的高层 也就是 子业的一把手 对吧 这个人的 这个能力 这个人的品质能力 跟这个投资人的利益一致 这个 很重要 更关键的是说 这个人在 郭总强 那个 社会这个条件 经济条件下 这个 判断能力很重要 对吧 命作能力很重要 他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对我们更感兴趣 如果我们去投资一个企业 首先我要考虑跟他 无论从电视上面好 还是跟他能够单独对话也好 我就是从其他的渠道来讲 这个 企业这个 第一把手的 思维方式 和判断能力 他的为人 是选择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呢 当然最后我们要验证 他这样一个思维 跟那个能力的话 最后验证 是不是在盈利上 实际上盈利是数字 就是说 这些数字的实际上是结果 所以你投资的是看未来 不是看结果 所以往往很多人投资 是看最终的结果 所以往往是 失败 就在这 对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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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